Hello,Namaste,大家好,我是尼泊尔的塞宾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加德满德的商业街区叫泰米尔 也是来尼泊尔旅游的所有的游客必来这个地方 而且这个地方也是整个尼泊尔最繁华的一个地方 我在背后的这条路有一个外号叫花人节 因为有很多中国人专门来这个地方做生意 走吧,我们去逛一逛 刚好我们碰到一个欢迎的地方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汇率怎么样 这人民币看到这个1比18.65 感觉这个汇率也蛮好的 这边能看到很多中文寄养找牌 原来我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 除了中国朋友们开的几家宾馆和饭店以外 几乎我们看不到中文找牌 但现在我们能看到几乎每个店都有中文找牌 这个代表现在来尼泊尔旅游的中国朋友们流来有多 而且现在很多店的老板都会说简单的中文 老板你好 你好 最近生意怎么样 金刚菩提、银器和饰品、尼泊尔红茶都是尼泊尔的特色产品 深受游客们欢迎 这条路由于原来也有很多中国人开的店 当时参照那个疫情的原因 他们估计就没办法做生意了 可能已经回家了 大家觉得泰米尔很热闹吧 希望这个疫情会很快结束 我们期待并等待工作的中国朋友们来尼泊尔 体验新途技术极高的尼泊尔 感恩 谢谢